另外面对台湾经济的前景 今天中国时报的一篇文章分析了 民进党大胜后需面对的经济现实 文章对台湾经济的未来感到无比忧心 庶民的未来将更加艰辛 从台湾旅游业来看 路客将进一步减少紧缩 台湾观光业将进一步萧条 那么同时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接下来几年台湾的出口贸易 极可能持续负成长 甚至经济成长率转为负值 而且如果经济成长停滞 税收减少会让上面的问题更难解决 庶民经济和庶民生活是另一个难题 韩国瑜虽然落选了 但他提出的证件仍然值得蔡当局重视